6月23号 朋友们好 今天是乌克兰大反攻系列节目 放到我的军事栏目 《江峰世界》里面给大家播出 世界有多高 格局有多大 那么为什么要突然制作这个节目呢 一开始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大反攻不仅要看军事主攻方向 大反攻还要看什么政治主攻方向 我的当时那种敏感和判断 让我坚信大反攻将成为促成 俄罗斯政治变局的催化剂 而这样的变化将直接导致国际格局 导致中共内政和对台海的决策 以及西方对中共这个政策 这个手腕是更硬一点 还是更妥协一些的关键因素 那么现在我们看 这个目标正在逐渐实现 所以我说呢 把它跟时政漫谈节目 再混合起来做 其实都在谈时政 我们只不过从一个角度起入 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 乌克兰大反攻节目的主要内容吧 第一个 咱们说 真假普京同时现身穿帮了 俄国群发短信要官员撤离克里米亚 北约装备乌军撕开俄军第一道主要防线 普里格金报说俄国入侵乌克兰的真实原因 为了普京下台做准备 俄国的军事博主们吹风说 赫尔松和扎布罗热并不重要 目前为止吧 对整个的俄乌战争最严重的一次警告 就是俄罗斯的核威射将招致十倍地狱般的报复 那么在进入第一个环节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一个最新的爆炸性消息 这是瓦格纳的首领普里格金 他控诉说俄国的国防部 烧一股的俄军用导弹袭击了瓦格纳的训练营 造成了普里格金的这些战友们的丧生 普里格金现在已经发动报复了 声称要对任何阻挡他前进的 关卡和飞丁塔头顶的飞机都予以打击 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安全部门也做出了反应 对普里格金提出了行事诉讼 罪名是煽动叛变 显然我跟大家说的 乌克兰大反攻最重要的政治主攻方向 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那就是让普京的政权发生动摇内乱 提前停止战争 目前最新的消息来说 莫斯科已经进入了高度的戒备状态 已经所有的政府大楼 包括克里米林宫已经进入了堡垒模式 再继续今天话题之前呢 这里先进入一个商业环节 现在大家都喜欢在网上聊天 网上购物 但是互联网并不安全 你在网上活动的时候 可能已经有人暗中偷走了你的隐私数据 那么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网络安全呢 就要一个咱们本期节目的赞助商 诺尔的VPN 你只要一键链接 诺尔的VPN从此在网络世界就可以高枕无忧 而且开启诺尔的VPN的威胁防护功能 在加密的同时还可以拦截恶意广告 检测恶意软件 另外呢 诺尔的VPN是公认的全球速度最快的VPN 在全球59个国家有5600多台服务器 让您安全和速度的两不务 诺尔VPN严格执行服务器零记录规则 不会记录您的任何网上活动和数据 除了保护隐私 诺尔的VPN还可以帮您解锁全球影视游戏资源 让您及时优惠的享受娱乐资源 买一个账号可以同时保护6台设备 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 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JFTIME就可以获得买两年免费送四个月的优惠 而且30天之内呢 你用任何不满意 还可以随时取消和申请退款 完全是零风险 好 回到我们的这个正题来 回到俄乌战场 在普利格金反击俄军爆发内乱 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之后呢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 乌克兰大反攻6月23日战果 6月23日的阵亡人数 俄军方面是680人 无人机被击落9架 坦克被击毁4台 巡航导弹没有被打落 装甲运兵车15辆军舰0 火炮系统44门 多管火箭系统0 油料车30辆 防空系统3套 特种装备6套 战机0 武装直升机1架 那么我们看 从数字来看 这个远程火力和重装备 依然是在被大量消灭之中 而阵亡人数明显下降 因此外界所说的 乌军放缓进攻速度的说法 是可信的 因为双方武装人员接触减少了 所以阵亡数字会明显下降 但是重装备的损耗 说明对俄军后勤和第三防御线的延伸打击 依然在继续 这与我们昨天的战略分析也是一致的 乌克兰方向正在破坏俄军的后勤基地和运输线路 让俄军前线的战斗力 包括炮击频率密度大大降低 来减少乌军进攻的伤亡 这个看数字 咱们说呢 在西方世界生活 只要数字多方来源 是吧 这个就更可以去比对比较 是吧 获得更清楚更清晰的 跟这样的情报来源 特别是来自这个开源社区的报告呢 我们可以就是读懂其中的数字 也读懂数字带来的内涵 好 我们直接进入这个战略分析阶段 看看战场之外的政治因素多方角力 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曾经多次说过 普京有两个替身 以及真实的普京是身患癌症了 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也证实过布达诺夫的信息 请注意 我这里说的这个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 不是媒体常见的那个无名人士 不露身份人士 到最后变成查无此人的那种人士 不是 我这里的信息来源是真实存在 其实就是几个国家的情报部门的退休和现任成员 组成的一个名叫 俄国对外情报局将军的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定期在电报上发布有关普京和俄国高层的内部消息 具体的就像在普京身边亲眼所见 给他每天记录日记一样的这种描述 主流媒体也会引述他们的爆料 尽管如此 外界对普京使用替身的断言还是将信将疑 但俗话说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的呢 昨天22号 普京超级繁忙 结果公开的活动呢 六个传邦了 就连俄国的这个电报频道都注意到了 说替身这个传言呢 这次算是坐实了 今天俄国前国家杜马议员阿尔克尼斯 他在这个他的电报频道上说 他本来对替身说法是抱有跟大家一样的怀疑态度的 但是今天他查看了俄国总统官网说 他发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根据总统的官网 俄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从莫斯科时间11点55分开始 而到了12点15分 也就是20分钟后 普京却突然露面参加了在亚历山大公园 无名战事目前的献花仪式 这20分钟时间只够从克里姆林宫到亚历山大公园的时间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组织活动 包括献花都出来了呢 这些呢 就是普京公开露面的时刻 那也有较真的人就说了 那普京可以先组织安理会开幕 然后溜出去献花啊 之后呢 再回去继续开安理会会议吗 不是的 因为从中午12点03分开始 这俄新社就开始直播安理会的会议了 你跑不掉啊 塔斯社在12点报道 普京与安理会讨论了欧洲常规武器部队条约 和签约国的这个状况 下午呢 是1点05分 普京已经去卫国战争中央博物馆了 说也不可能在献完花后再回这个会议现场 然后呢 还不停 下午2点50分又马不停蹄的 与卡特尔这个首相与外长阿勒萨尼进行了会谈 换句话说 普京是同时出现在两个以上的地方 情报官员的电报频道SVR将军呢 回答了这位前俄国议员的部分问题 他解释说 参加安理会会议是真正的普京 而普京的替身去向无名战事墓献了花圈 并参观了博物馆 SVR将军还说 普京和他的随行人员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 以后决定了以后就不要干这种蠢事了 就是把普京和替身的出席的活动 你安排在同一天进行干嘛 不是露馅吗 还指出了 普京不能够总是委托替身出席 这个重要的会议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比如说出席这样的重要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会议议的话 那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 和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 那就干脆就拒绝参加会议了 对不对 他们怎么可能作为这个 俄国的这种核心的高层官员 他们是不会听从一个群众演员 对他们指手画脚的 本来一切都必须在时间上间隔开的 由于普京现在健康状况不佳 所以比计划晚一小时接通的 安理会的会议延迟了 所以现场直播呢 是故意延迟了几分钟开始的 虽然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但这是第一次如此严重的明显的重合 问题来了 一直怀疑是否有替身的这位俄国议员 最后就问到了 这安理会会议上的普京是真身还是替身呢 又是哪个普京在担任俄军的总司令 指挥在乌克兰的战斗呢 为什么要欺骗民众 目的是什么 你是为了维护神采飞扬的铁人形象 还是为了避免某些场合暗杀的危险 其实很有意思啊 有个咱们电影不是有一个叫让子弹飞吗 是吧 里面那个演员姜文 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说 黄四郎活成了自己的替身 听这句话 咱们再看普京真是回味无穷啊 是吧 亲爱的朋友们 你有什么答案 你觉得普京为什么要弄一个真身替身 在领导着俄罗斯呢 另一面关于俄军在核电厂埋射地雷的事情 美国没有忽视泽伦斯基昨天发出的警告 同一天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 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蒙索联合提出了一项决议 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这份两党联合提出的决议当中呢 很明确的说 俄联邦 白俄罗斯 或者其代理人使用任何战术核武器或摧毁核设施 将放射性污染物散布到北约境内 就是对北约的攻击 需要立即做出反应 包括执行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 这个第五条究竟说了什么呢 这个第五条 很多熟悉国际关系的朋友已经清楚了 这第五条规定的 一旦确认北约任一成员受到攻击 则视为针对全体成员的攻击 其他成员需做出及时反应 这个条款一般被解读为就是各国部队将自动参战 不需要任何各国政府授权参战 也就是说叫集体自卫权 这个条款在911事件期间被首次激活过 那么两名议员在记者会上说 如果您认为普京会在乌克兰停下来 您就是没明白他的说话 这是世界历史上阻止地球上最具有侵略性的残暴者之一的时刻 并向中共发出信号 不要在台湾重蹈普京的覆辙 两位议员表示 说美国不会因为普京的核威慑而停止帮助乌克兰 否则这将郑重普京的下怀 相反 必须向普京发出强烈的信息 如果你用核威慑 地狱般的报复将落在他身上 比今天厉害十倍 俄罗斯军队将被摧毁 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最重要的声明 与此同时 今天这个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里米恩科就说了 在扎布罗热核电站可能遭到破坏的情况下 乌克兰将举行适当的演习 关闭道路 相应的进行卫生检查站的这个周转时间 将在这些检查站开始检查辐射 我们现在看一下战场的情况 今天是乌克兰攻势的第18天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 1700多架美国空军和联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花了37天才将伊拉克的军队消耗到足以 触发地面作战 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就是说 我先用空中优势力量把你能干的家伙全给干掉了 等等你没什么力量了 再放到地面部队 我来彻底解决问题 乌克兰没有这样的空中力量 所有的损耗都必须通过引诱 俄国后备军前进到没有防御攻势的开阔地带 用无人机发现他们 然后用火箭弹或者是神剑炮弹摧毁他们 从第一时间开始就准备进入了一个战场塑造和战场对决的阶段 那么消耗战是乌军攻势的第一阶段 而且现在只是开始的开始 按照这个开源社区的地理定位信息 目前乌军的进攻部队只部署了35个旅当中的6个 第68列兵旅、第35海军陆战旅、第93机械化旅 都不属于进攻部队 这些旅是为了掩护进攻旅的侧翼出现的 所以呢有些媒体声称 说三分之二的乌克兰已经这个进攻旅 已经参与作战了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还记得前几天呢 就是乌军打击过叫格尼奇斯克的弹药库吧 今天包括乌克兰方面的军事情报局 在内的几个消息来源都在报道说 在格尼奇斯克已经开始群发手机简讯 什么意思呢 大家彼此之间联系赶紧走 是关于撤离的消息 那些清俄的官员们和俄国人 开始了疯狂的恐慌 相当一部分人带着家庭和财务离开了 克里米亚的一些俄国企业 正在收集要转移走的文件 为撤离做准备 俄国人正在考虑离开克里米亚的方案 这就是6月23号乌克兰大反攻的整体战况 乌军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 通过准确的情报和这个高效的防空 同时遏制住了俄军的空中力量 用更短的突击时间 有效的塑造了西方军队 在更长的时间打造的这个地面战场的对决优势 所以非常的了不起 乌军也只使用了20%不到的主攻部队 而俄军溃逃的形式已经形成了 好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从战略分析走入近距离的观察战场情况 战场通报 从昨天开始俄国的军事频道就在惊呼说 乌军战士乘坐北约装甲车已经突破到了俄军 在伯罗基涅附近的战壕 这意味着什么呢 乌军在伯罗基涅这地方突破了俄军的第一道主防线 那这些军伯们当然是慌张起来了 大家看到这里的伯罗基涅东边这个蓝色箭头所处的位置 已经明显在第一道主防线内侧 已经直奔第二道防线去了 我们再看下面这张图 俄国军事博主指的北约装备的精锐之师 第47和第33机械画旅 他们现在继续有条不紊的向南推进 另一据报道说在罗伯基涅北边自然保护区东部也有战斗 这是相对来说经验不足装备比较少的第65机械画旅 继续沿着更直接的路线向南推进 一些可靠的乌克兰消息来源称 大诺沃西尔卡方向当乌军接近这个斯塔罗姆伊斯克和乌洛扎因的北部 并切断了从斯塔罗姆伊斯克到里诺皮尔的唯一通道的时候 俄军正在向普里尤特涅和斯塔罗姆伊斯克一线撤退 普里格金今天又录制了有趣的视频 对于当前的战场情况呀 他描述说没有谁消灭了60辆鲍2坦克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现在俄军在赫尔松和扎布罗热地区正在退却 乌军正在紧逼 俄军战士浴血奋战 但是没有人把预备一派来支援 战场已经失去控制 俄军在这两个地方的防线正被削弱 发生类似之前的赫尔松和哈尔科夫地区的 大规模溃败情况 只是时间问题了 俄军的战场指挥官被迫提供有关其阵地的虚假报告 来避免引起最高指挥部的反感 同时更有意思的是 普里格金声称 俄罗斯国防部编造了入侵乌克兰的理由 还指责多名俄国官员在乌东顿巴斯地区的腐败行为 普里格金说呀 从2014年到2022年2月 乌东顿巴斯地区被洗劫一空 俄国寡头政府官员和国防部 贪污了俄国拨给顿巴斯的预算 比如说他们在顿巴斯的亲俄部队 保留了很低数量的士兵 而且不加以训练 只给士兵一半工资 另一半将军们就给拿走贪污了 士兵并不知道俄国国防部给每个士兵的工资预算 他还说这八年来乌克兰没有轰炸过顿列斯克平民 只打击俄军阵地 彼此之间仅限于军队与军队之间的炮火交战 乌克兰军队也没有打算利用北约士兵攻击俄罗斯 俄国国防部在欺骗公众和总统 并且泽伦斯基在成为总统的时候 为了顿巴斯地区和平已经准备好的协议 而俄国所需做的是去和他谈判 但是俄国人没有那么做 而是发动了全面入侵 那么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呢 普利格金认为这是因为国防部长邵伊古 想要一战封神统治俄国的这些寡头家族 也需要这场战争 他们想扶植梅德韦秋克成为乌克兰的傀儡总统 而美德韦秋克是乌克兰的寡头 曾经也是乌克兰的一员 还是普京女儿的教父 2022年4月 乌国的特工在一次特别行动中 成功的将他抓捕了 同年9月份 这个梅德韦秋克在一次俄国 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中被释放 今年1月乌国总统泽伦斯基签署法令 剥夺了他的乌克兰公民身份 普利格金的这个发言呢 非常重要 为什么 他有三个原因 为啥重要 首先呢 这是个非常大胆的主张 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寻常的 就直接批评军队 批评联邦安全局 批评俄罗斯最高行政部门 其次 这种腐败的指控是非常合理的 它能够引起公众的共鸣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 也普利格金在俄罗斯的民气大升大涨 第三个是俄国的宣传呢 经常指责乌克兰在顿巴斯杀害平民 因此呢俄罗斯不得不进来保护他们 所谓要消灭乌克兰的纳粹 事实上呢 普京最近在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会议上 用这种说法呢 再次为俄国的入侵辩护 江峰事件啊 咱们昨天呢正好在节目结尾的时候 我提到了 就是关于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的正义 因为一直到现在啊 依然有 就是 尽管随着乌克兰的不断胜利 这种声音的越来越弱了 但是还有这种声音 那就说俄罗斯发动侵略的正义性 还有乌克兰的抵抗的非正义性 这种抵抗反而成了纳粹主义 说这个乌克兰呢 这个战争 他们的这个抵抗是西方白左 是地球深层政府操控的一个非正义 我绝不反对啊 就是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现在 当下有很多的反传统 反基督的种种极端左翼的言行 这种言行已经严重的腐蚀了整个的自由世界 但是大家看一看 当独裁者挥起大棒 并叫嚣核威社的时候 你们可反观一下 你们看看 美国两党的主体会放下党争 共同捍卫人类的生存和共识的这个正义 这一点呢 无论对于俄乌还是对于台海 都是一样的 没有理由正义去支持要吃羊的狼 这狼呢 反而是他想要找个道理来文明的吃掉羊 你说什么羊 羊在下游也会把这上游 这狼喝的水给污染了 没道理 什么羊昨天就琢磨着怎么要加害于狼了 其实狼要吃羊 无论如何 他都能找到一种荒谬的借口 现在是越来越清楚了 不需要我们在彼此辩论 谁对谁错 到底是谁左谁右 大家可以静下来去听一听俄国的高层自己的解密吗 尽管普里格金把这场战争的失败归结于俄国的国防部 编造了这么一个理由 这个可能是为了普京找个台阶下 也为了以后自己的政治前途 不至于被俄国另外的反对力量的把它给一下子团灭了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 他说普里格金是否决了俄国的战争理由 数个小时之前 普里格金更加是放出话来指控邵伊古 用他这个俄军的导弹来背后袭击瓦格纳 打击了瓦格纳的训练营 普里格金宣布说将展开报复 对于阻挡瓦格纳前进的任何关卡 和飞临他部队上空的飞机都将予以攻击 他是不是说虚化放空化呢 不是 瓦格纳拥有数万名酒精沙场的军队 以及自己的坦克多管火箭系统和飞机 这一场军事政变一定是得到了 众多俄罗斯反对县政府 反对普京的政治力量的支持 包括军方的太空军空军司令苏诺维金 普里格金已经宣战了 明后天俄罗斯的军情将更加紧急 目前俄联邦安全部门已经在莫斯科架设了路障 保护莫斯科的政府大楼的这个所谓叫堡垒计划 已经被启动 警报正在莫斯科响个不停 但是这个警报并不是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来吸 而是俄罗斯内部叛军杀过来了 普里格金最大的政治隐患呢 我也跟朋友们说一下 大家说啊 那个如果说推翻了这个普京 让普里格金去当总统好吗 我跟你说不可能 普里格金最大的政治隐患呢 是其雇佣军头子的身份 没有办法让他什么明媒正取 他启用大量的这个重刑犯 在乌克兰又犯下了大量的战争罪行 恐怖罪行 这是他无法被文明世界被西方接受的关键原因 他在前几天呢高调反对核威慑 实际上为什么这么高调呢 就演给西方情报官员看的 说你跟你们那个总统啊 什么议长说说 我普里格金是好人呢 我反对核威慑呀 这是什么 这实际上是投名状 他也担心 他也知道自己这个身份不好 是吧 是希望用这种方式 获得西方的一种政治认可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未来莫斯科的政治争斗 将愈发的激烈 那么俄国某些军事博客呢 也开始告诉他们的粉丝说 俄罗斯并不真正需要 他们目前控制的赫尔松和扎卜罗斯的地区 就是我站不住的地方了 我告诉你们 这地方我不需要 给出了几个理由 为什么不需要呢 那水库灌溉系统干涸之后呢 农业将枯萎 守着地方干什么 这一名成为废地的意思 差点没说出来 这以后变成沙漠了 别种地了 其次呢 克里米亚将没有淡水 居民也无法生存 第三是扎卜罗斯核电站可能发生灾难 核电站也会停止发电 第四 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正在受到打击 沿海的娱乐和港口综合设施 在战时也没有机会启动和运行 所有的话其实都有一个潜台词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也就是说 俄罗斯的进攻的确给乌克兰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连俄国的军事频道 他们自己也承认了 俄军是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 咱们都知道 赫尔松也说过这个地方是乌克兰的面包 这么一个比喻 是粮仓中的粮仓 最好的一个土地 现在他说这个地方以后什么 还种不了粮食了 所以这是战争带来的巨大的灾难 你看这也可能就是什么 就普京在6月13号那天 他会见的这些战地记者 会见了很多的这些博主 可能就告诉他 就是告诉这些普京的小喇叭们 替我宣传宣传 是吧 正像俄军输掉了基辅战役 却用一句话给扭过来了 他说基辅战役阶段已经胜利结束 是吧 要把最高领袖的无能 体制的腐败导致的失败一笔抹杀了 我们听惯了这种说法了 对不对 我们要认清什么 只有每一发子弹 每一个壕沟的争夺才能真正摧毁谎言 我们要看到 当胜利不断的被歌颂 并拒绝任何质疑的时候 真正的大溃逃已经开始了 战争正在用最残酷的形式 告诉我们最有价值的真相 好 又是周末了 明天会员的早茶节目呢 一位方伟要继续这个斯考森教授的宪法教程 这也是对整个的 现在美国的这种社会 起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注意作用吧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包括我们华人朋友 和我们华人介绍的西方朋友呢 来参与到这个宪法教程当中 那么我们这个周末早茶呢 也相应就暂停一天 因为我也想休息就行 连续两周了 军事栏目嘛 时政漫谈嘛 一起上 有点紧张 我给换换节奏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军情就是命令 也许我看情况 也许会随时上来跟大家聊一聊最新的战况 好 关注俄乌 关注台海 关注独裁者享受同样的梦想与下场 军事栏目 宝账 买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